5月1日,来自美国和巴西的6名顶尖低空跳伞运动员齐聚重庆舞龙 挑战低空跳伞穿越世界自然遗产,舞龙天生三桥 因为难度较大,6名选手中最终只有2名挑战成功 另外3名选手挑战失败,1名选手放弃挑战 据了解,世界上从事低空跳伞的运动员只有约1000人 这次来到重庆舞龙参加挑战的6名运动员,都是国际顶尖高手 其中包括拥有12年低空飞行经验的世界金尼斯记录保持者帕特里克 低空飞行经验超过1900多次的哈特曼 已经完成5000余次高空跳伞和600余次低空跳伞的女运动员丽兹等 尽管这些选手有着丰富的低空跳伞经验 但是穿越狭窄的洞穴对他们来说还是第一次 低空跳伞属于极限运动中的滑翔项目 其危险性比高空跳伞更高 本次低空跳伞 选手从280米高的天生三桥玻璃跳台起跳 然后穿越宽度不足30米 形状不规则的天然石桥 挑战者如果开伞的时间不恰当 或者受现场气流影响 导致方向控制有偏差 就极易撞上高空的崖壁上 这次低空跳伞对于6名运动员来说 都是从未有过的挑战 我们这次做的就是我们要从通过低空跳伞从桥上 从桥里面穿越过去 这也是全世界的首次 我们真正要挑战的是穿越它的那个天生三桥 穿越它的桥呢 其实确实是在这个高度下 然后那个桥的那个桥洞的那个宽度又很窄 这确实是很有挑战性的 来自巴西的朱利亚 此前已经完成了高空跳伞527次 低空跳伞613次 此次挑战 它从280米的天生三桥玻璃跳台上一跃而下 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坠落 在距地面不足200米时 打开滑翔伞 整个过程仅用时两秒 打开伞后 朱利亚操纵滑翔伞 开始穿越宽度不足30米的天龙拱桥门 最终降落到指定位置 挑战成功 挑战最后阶段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由于狭长的石拱桥空间内气流混乱 导致运动员在空中的方向控制受到了干扰 考虑到安全因素 美国选手利斯放弃挑战 而另外一名女选手 来自美国的瓦拉里 则克服困难 最终挑战成功